好那我們今天辯論也結束了 辯論也沒有了對不對 那距離投票也剩下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CNN現在最新的民調是說 53%受訪者認為說 拜登比較好對不對 39%認為說川普表現比較好 那我告訴你一個最新的民調好不好 那個叫做福斯電視台 他告訴你說 74的人 認為川普表現得比較好 24的人 認為那個拜登表現比較好 差距很大耶 所以就跟你講說 美國現在的民調真的沒煞煞 你到底做完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不對 那不過很明顯 你看這個拉斯木森的那個報告 告訴你說 24%的美國選民 在上次辯論會之後有沒有 他會改變心意對不對 那對川普工作滿意度 竟然飆升到52% 川普已經很久沒有破五成了 各項民調滿意度 那拜登領先川普的幅度 慢慢下滑 從上上個禮拜12% 到上個禮拜的8% 到這個禮拜 只剩下3% 還有民調是2.3% 這個都已經在誤差範圍之內了 對不對 還有那個美國心理學會調查 他就覺得說美國人真的很悶 這一次的選舉 不僅是美國人壓力很大 台灣跟對岸的壓力很大 對不對 到底誰會當選 所以他們為了那個身心健康 所以民主黨人他們就做了一個民調 民主黨人感受壓力的比例 高達77% 他們很怕拜登不動算 對不對 上次慘痛教訓 我們台灣曾經今年出台經歷過 很多韓粉都崩潰 到現在還沒有復原 這個心理建設真的很重要 可是共和黨人只有67% 所以這次的選舉真的搞到大家 實在是壓力非常大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 從這個好消息看出來 美國勞工部他的民調是告訴你說 這個禮拜初次請領失業補助金的人 人數竟然降為78.7月 是三月以來最低的 上個禮拜還有多少 你知道還有87點多 相差9萬多人 而且除了這個民調之外 他也告訴你說拉丁一的有沒有 還有密歇根州的有個市長那些人 他告訴你說非一的支持者 對川普的支持度也是大大的提升 對 所以這個少數民族不是之前都是拜登在佔優勢嗎 那可是川普現在要最後一兩個禮拜 他要加強的目標在哪裡 因為這次防疫工作 真的是讓川普的民調跑掉不少 尤其他以前的傳統支持者 就是那些老白男有沒有 現在很多人就不支持他 為什麼 因為防疫的工作做不好之後 這些白人年紀大的人 又有三高對不對 很怕說如果懶意要怎麼辦 我可以像川普一樣嗎 三天就可以出來亂跳跳這樣 所以他們很期望說 川普你根本拿出一些解藥 拿出一些應對方法 如果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想必川普在最後這一兩個禮拜 翻轉的機會還是很大 那我們在講到說這個 今天的辯論會還出現一個人 這個人很有名就是 杭特他以前的一個生意夥伴 巴布林斯基 這個名字很難念 對不對 拜登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強調說 他從未跟兒子兄弟 或任何人討論過他們生意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那個巴布林斯基 他就講出來 之前我們不是一直在講說 有個代號 H的Big Guy有沒有 他現在直接就講 這個人就是拜登 就是老拜登嘛 那你現在事業資料 都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說 之前為什麼美國的主流媒體 還有那個推特啊Facebook啊 他們都對那個 拜登的這個醜聞案有沒有 自自不提 而且你今天如果連結相關的新聞之後 馬上被封鎖帳號有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初他們認為說 這都是一個選舉花招 就是抹黑嘛 因為他本身支持拜登 所以要跟拜登站在同線 拜登就講說這個叫做垃圾言論 而且都說是川普選情危急的 一個不乾淨的手法 那可是現在有人證啊 之前是有物證 有人證的時候 那你覺得這還是一個骯髒的手法嘛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多禮拜的話 想必這些主流媒體可能會反過來 很明顯就是說華爾街日報有沒有 他也開始在講啦 拜登與中國的事業嘛 他要你說清楚 講明白啊 好啦 那除了這個曝光之後 其實這個整個牽扯有多大 你知道嗎 包括拜登家族啊 像我們在講說他的女婿啊 克萊恩有沒有 他的女婿本來就是一個醫生啊 你醫生好好幹不幹 跑去投資什麼生技公司對不對 而且又是同樣的手法 就是用創投私募基金 再去投資很多中國的企業 他們就是用這種一貫的手法 那這個手法要什麼 要全錢交易 今天要有錢才會帶來錢嘛 所以你看連他的女婿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他從一開始 這個武漢肺炎開始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中國是全世界 抗疫的典範 真的是睜眼說瞎話對不對 他說抗疫的典範 所以他告訴你說 我們要積極要跟中國進軍 要去跟中國買疫苗 要跟中國疫苗合作的話 原來現在抖露出來 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技公司 在這個裡面扮演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前客嘛對不對 那現在講出來說拜登的子女 這個歐文斯有沒有 他說拜登成為重要 那個成為重要遊說人 在他輸出任副總統旗艦以權謀利 所以現在一個人 一人得到極權升天 現在拜登當了副總統 從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整個中國大陸就開始請重金 在壓寶在拜登身上 其實這個危機 為什麼到現在來曝光 其實四年前有沒有 四年前本來拜登是要代表 民主黨出來參選總統 那就是因為他的家庭出現 大家記不記得二零一五年 他的大兒子腦瘤死掉 所以他那時候心情低落到谷底 所以他那時候才放棄說 我二零一六年不會選總統 讓給希拉蕊出來選 那可是你看這一次出來之後 這些東西其實 中國大陸提早會壓寶 會收買拜登家族對不對 其實這些東西 早就在網路上流傳了啦 對不對 而且現在又有一個證人 也被呼之欲出來 那就是薄熙來的私生女 叫薄甜甜有沒有 他當初就是華信能源公司 是在葉簡明手下工作的 那他現在工作的時候 他當時就是負責跟拜登家族的 一個窗口 對話窗口 所以他那時候可以拿到 這麼多小拜登的一些 骯髒的證據有沒有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丟出來 其實他早就丟出來的 他2018年2019年陸陸續續 就已經把這些資料丟出來 只不過大家那個時候覺得說 你也知道薄甜甜的做法 就很像我們很多看那個間諜片有沒有 我今天手上掌有那個保命的資料有沒有 我就一點點就丟一點 在光琴姐那邊 丟一點在青黃那邊對不對 丟一點在田徽那邊 等到哪一天我遭遇不測的時候 拜託你們把這些東西全部抖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遭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葉簡明2018年 被習近平下令逮捕到現在 失聯到現在為止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整個過程之後 其實是川普陣營 早就已經鋪成好的一個選戰策略 不過在這個關鍵點丟出來的時候 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個時候才是 打敗拜登最後選舉的最後一個策略 不過問一下這個小平 你看 按照這個美國心理學會的這個調查 民主黨人現在緊張了 他們開始覺得這個大事不妙了 因為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大事不妙 他們會不會開始慢慢相信 這個爆料的這個內容 你比較挺拜登 你怎麼看目前為止 這個醜聞出來之後 還挺得下去嗎 你怎麼看這些醜聞這個內容 你看連向來挺拜登的華爾街日報 都要這個刊登這個評論 問問拜登 你真的應該要把有義務說 回答跟說明關於兒子的這個關說 還有你自己自身的財務網 他特別強調 跟中國相關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怎麼看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 美國這個拜登支持者的那種 那種緊張的情緒 現在連華爾街日報是算大媒體 大媒體一般跟三個這個電視網 都比較支持拜登 都把川普修理到很慘 那華爾街日報簡單講 就是說即使拜登當選 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廟 就是你還是要面對國會的監督 你乾脆現在把它講清楚了 所以當然這種這種大報 這種的轉的轉向 是對川普有利的 第二川普跟拜登的民調 要從十幾趴縮短到個位數 搖擺州也縮小 這當然對拜登不利 那選舉還有十天 只是我們覺得很失望 在座也都很失望 奇怪我們昨天上了節目 我們以為是有很厲害的東西 先丟出來一刀斃命 然後丟出來的不是川普丟的 而是類似他的這個叫什麼 叫做包布林斯基啊 這種證人丟出來 然後打成水棍上 在今天的辯論給他一槍斃命 看起來辯論是平手 就爆料內容不足 我不曉得剩下九天 還有什麼厲害的玩意兒 明天可能會有一個節目 就不知道會不會有照片影片曝光 我看明天是關鍵